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字就是驾屋营造的意思 我们现在讲营建 你要构造一间大厦 这个意思 这个左是辅佐的大城 所以要建筑一栋大厦 现在讲高楼大厦 古时候也有大的住宅 大的建筑 那么必须先选择工匠 这个工匠 你要选择很专业的 有这方面的专长 要选择任用这样的人 那么来做这个营造的这件工作 这个是第一个 要选择工匠 现在讲找这个师傅 然后准备材料 你要盖个房子 当然要购买材料 要选择什么样的材料 这个是盖一栋大厦 一个大的建筑 必须是要这样做的 治国家者 就是治理一个国家的 君主领导人 必须先选择两层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 好的下属 就是我们现在讲 这个官员 那么你在民间的企业 一个团体的领导人 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要把一个企业办好 一定你要选择好的干部 你不能选择那些不好的 他来没有办法跟你做事 这个是关键 然后才能治理好百姓 那这个国家呢 才能治理的好 百姓生活也才能安定 那么在历史上 我们看到唐朝 唐太宗 他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这个唐之前 这个魏晋南北朝 这个国家都不安定 都是很动乱的 动乱了几百年了 那么到了唐朝 唐太宗得到政权了 大概五年了 整个国家社会就安定下来了 那为什么他这么快 动乱了几百年的 国家呢 能够在几年之间就安定下来 关键啊 他用了很多的良辰 最有名的就是魏征 所以他能够把国家 这么快的 自己的上轨道 而且在全世界有名 这个称为贞观之治 这个世界有名的 所以现在在外国啊 有华人住的地方啊 一半都讲唐人街 可见得啊 唐朝那个时候 国力是最强盛的 这个声明啊 演播啊 外国都知道 很多外国都来向唐朝 学习 那周边呢 这个日本 韩国 越南 这些都来中国留学 那这个国家能够治理得这么好 关键呢 用到良辰 那这是很关键的 那我们做一个企业 要做到成功 选择良好的下属干部 也是很关键的一桩大事 不能疏忽了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无惠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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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频道